欢迎回到悲凡大探索 在宜兰东门夜市旁 有一家用料非常浮夸的海鲜粥专卖店 老板石家正他说 每天亲自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活海鲜 从龙虾到螃蟹 所有食材都只用纯水煮过 而且煮出精华 不需要再调味就能够吃出鲜甜 一大碗的通风海鲜粥 里头满满的龙虾拉 螃蟹 蛤蜊 鹅啊 扇贝 食材超级澎湃 还能够依照客人喜好客制化 老板用料不手软的气魄 掳获了不少客人的心 滑灯初上 小小的店高空满座 热闹非凡 它这边其实不太需要推进 因为它在本地就很红 对 对 对 在当地很有知名度的 就是这间位在宜兰东门夜市旁 大马路边的海鲜粥专卖店 每天傍晚五点开始营业 一天只迈五个小时 这里的每一碗海鲜粥 简直比浮夸还要更浮夸 螃蟹粥 八仙过海粥 还有每天限量的顶级通风粥 霸气上桌 碗面几乎都快塞不下 所以觉得上个会很惊讶 对啊 难以形容的惊讶 当然会惊讶 你眼睛都已经先吃饱 然后再换肚子吃 对啊 花生的登场气势 让客人心滑怒放 这里的海鲜有多厉害 客人一吃就知道 不管是螃蟹还是海鲜 它的海鲜就是厉害 因为是它自己亲自去港口挑 活得到现场 然后才开始宰杀 对 所以不管是螃蟹还是任何海鲜 都是最新鲜的 说的一点也没错 因为眼前所见的海鲜 都是由老板石家镇 亲自扛回来的 每天渔获都不同 我们今天选用的是 波士顿龙虾 对 那它一只大概都差不多 七八两种 对 算还蛮大自然 对 品种还不错 肉质上也蛮鲜甜的 因为它都活体 刚带回来的波士顿龙虾 要注入海水全程打氧 来保持鲜活的状态 这天的战利品还有红蟹 那螃蟹的话 我们是菲律宾红蟹 那它也都是属于 但比较饱满的 对 它煮之后煮起来的话 口感会很好 那汤头也会比较鲜甜 红蟹平均每只四两种 不只要肥美 还要有饱满的蟹黄 每一只都要经过 石家镇的鉴定 红蟹的话我们就是看它的腹部 腹部捏的话就是看它的扎实度 硬度 对 硬度相对比较硬的话 代表它够扎实 里面蛋就够饱满 在水里 啵啵啵吐沙的蛤蟹 也是新鲜货 各个都是大块头 算大颗 对 外面市场讲话叫大颗 大颗蛤蟹 就市场来讲的话 它们一斤平均 大概都卖在120到150厂下 外面平均在卖 市场上的价格 为了口感不喜成本 煮粥的蜜也很用心 虽然不是最名贵的蜜 却也是客人最真心推荐的 也是蛮幸运的 就是有一次 反正我们开这家店 也是一元机会开 然后也没有特别选用什么蜜 下去做 只是有一次有一个机会 是一个米商来这边吃粥 对 然后他跟我们推介说 他们家的蜜 有一只蜜蜜 很好吃 然后煮粥 味道很棒 对 然后他拿来给我们试用 那我们自己煮 就觉得这只蜜蜜还不错 剑好就收 从处理海鲜到西米 样样都要自己来 每天开张前都要这么忙碌 就是为了要满足 专程惠州而来的客人 一吃从主顾 他说你擦到吗 路过就会来看看 有开就进来吃 这波士顿大龙虾一口开 肚子里全都是饱满的膏黄 没有多余调味 石家镇只用清水来煮海鲜 因为我们海鲜量够多 所以它本身带出来皮肤就比较够 然后就简单的调味 这样就够了 这碗每日鲜量 升华版的顶级通风粥 铺满满的海鲜很轰炸视觉 波士顿大龙虾吃来 海鲜甜彈牙高黄蜂鱼 白鲨也香甜多汁 还有大克的鹅仔口感滑溜又可口 北美的蛤蜊也是饱满鲜甜 而吸饱海鲜汤的粥米更让嘴里 充满新鲜海味 悠悠于唇齿之间 它的鹅仔不用讲就是大克 北美又鲜甜 螃蟹跟虾子就不用说了 绝对是最新鲜的 的确海鲜就是要吃雄七的 还来不及张牙舞爪的红旋 这一秒已经露出饱满的蟹黄 再搭配蛤蜊 小卷 白虾 鹅仔 滚出诱人炊鲜的螃蟹粥 橘红的蟹黄闪闪发亮 蟹肉吃起来饱满又鲜甜 絲絲入口鲜嫩彈牙 而鲜活的蟹味洋溢满嘴 很够 真的很够 这两个大男生一起分享 真的不浮夸 对 很棒 大碗满意 客人吃得开心 店里热门的八仙过海粥 也要像一朵朵浪花席卷目光 什么都要又大又满 就是希望连男生都能吃得饱 因为石家镇过去其实是 划船选手 在各大比赛里表现优异 但当时的他对前景感到迷茫 因此萌生了转业的念头 没有看到很好的前景 对 因为毕竟就是 但是 怎么讲 他就在想嘛 反正人就实际住行嘛 反正十排第一嘛 不然就想说 那就做吃的做看看 民以食为天 卖吃的准没错 但现实总是残酷 石家镇前后卖过炸的 烤的六次创业都失败 他却从来不气馁也不自我设限 就多方尝试嘛 反正就一定会有东西 一定会试到成功为止 对 我一开始是卖简单的一些 就平价粥 可能八九十块一百块这样 对 因缘忌讳 就 偶尔加加的给我放个螃蟹这样 然后就看起来好像觉得蛮丰盛 那想说那我就做一个 就是那种价位的 然后全面全都放海鲜 然后来试试看 对 然后就误打误撞 五星超流做了海鲜粥生意 满满一大碗就像大船使劲港 仙气飘飘的八星过海粥 有大客的扇贝 拭目于柳和酒红包 满载的海味蒸收 吃在嘴里每一口都鲜味十足 为了让客人有更多选择 他在推出单品 像是碳烤或是蒸龙虾 和热炒蒜末虾 让菜单选择越来越丰富 够鲜够大 很清爽 吃起来感觉很好 新年级的石家政 发挥创意 做出差异闯出殖民度 转换跑道需要勇气 创业经营也需要坚持 石家政说 未来这片初心不变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喜欢吃海鲜的韬客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 这家在台中爆料系的火锅店 店里提供的蛤蜊 蚵啊干贝 甚至不只是海鲜像基佛 都是铺上满满的一锅 让客人趁新鲜现煮 招牌的蒸鲜锅 除了有一整只大只的 波士顿龙虾之外 旁边还铺满了 整整两斤的蛤蜊 蔬果汤头跟海鲜 自然释放出鲜甜的汤汁 完美的融合 再煮一碗 杂炊粥 让喜欢吃海鲜的韬客 吃了心难易煮 之前在网路上就有看到 它是爆料系列的 然后一直都想要来吃吃看 因为我们很喜欢吃海鲜 然后我们觉得 它们的海鲜很新鲜 然后CP值很高 可以用很低的价格 吃到很丰富的内容 台中市环中路上 水产店林林 其中这间水产超市 更是台中许多 大大小小小烧肉店 火锅店的海鲜供应商 老板杨志杰 瞎着自营水产的优势 开启主打海鲜食材的火锅店 每种海味 新的新鲜 都逃不过它的法院 这个是 我们传说中的波士顿龙虾 波士顿龙虾它的产区 其实不是在波士顿 它在美国的缅因州跟加拿大 那一般我们是从加拿大去 因为加拿大的水温比较低 所以它的肉质也比较Q弹 那本身我们在选龙虾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用按压的方式 看它的硬度 可是比较硬 表示它的肉很饱足 不会空空的 主打海鲜爆料锅 除了使用大尾的波士顿龙虾 为锅物增添鲜味的蛤蜊 也特别挑选八分大小 我们的蛤蟆本身 不是去传统市场买的 我们主要也是跟丑谷那边 去做配合 那因为我们一锅 就要放将近两斤的蛤蟆 所以我们一天蛤蟆的量 有时候都要将近一百多斤 所以我们都会直接从产地进 爆料系列第一锅是他们超行的蒸鲜锅 将杀好的龙虾和重大两斤的蛤蜊 摆入蒸锅直接上桌 在客人面前展现食材最新鲜的原貌 在锅内慢慢被蒸到红透的龙虾 被满满蛤蜊鲜味包围 提起蒸笼 还味全都递进糖果之中十足鲜香 喝一口甘甜滋味沁满口腔 就很明显它的那个龙虾 就是比自己在外面吃到的还要鲜 它的海鲜粥就是 它是用蒸鲜锅的龙虾 还有蛤蟆的那个汤底 它慢慢去蒸 然后流下来的汤去做的粥 所以我觉得很鲜甜很好吃 维持新鲜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座造价千万的大型冷控库 长年维持在-30度的恒温 才能确保食材品质 那干贝我们用的都是日本生食籍的 我们用的是5S 其实也算蛮大特的 鲜笼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最大的厂 它电载产品下来取的笼以后 我们就直接整版跟它买 拉到这边去做急速冷冻 在锅内铺上满满一斤的土鲜笼 加入葱 姜等简单配料去腥 淋入一大杯麻油 最后倒入店家用红白萝卜 玉米等蔬果 慢火细熬一小时的高汤 就能上桌让客人现煮现吃 麻油清香浮在蔬果高汤表面 肌浮上下滚动 微心气味被麻油吸收 一颗咬下 包一身的铺子口感 外脆内软 吃掉满满一大锅 超级过瘾 就是没有腥味 所以主要这次吃的时候 很满意的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 它没有腥味 然后跟别人的分量比起来又多 然后体积部分都是 我觉得是跟其他肩比 是有很明显的差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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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